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即政府部门的精英 与会报告人将围绕科技前沿领域最引人注目和激动人心的主题做报告 共同探讨科学研究和教育在创造未来世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特别感谢MIT校方首先选择在中国举办这样的峰会活动 他为中国各界人士进一步地深入了解MIT及推动中美交流合作 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是引领全球高科技和高等研究的学术殿堂 在自然及工程科学方面享有盛名 也培养了许多来自中国的优秀学子 在座的各位中就不乏这样的杰出校友 一些中国优秀的创新人才 有幸进入MIT工作 成为该校的终身教授 他们在推动MIT和中国的交流合作中 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中国科学院是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 规模最大最具综合性的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有一百多个研究所 同时也有三所大学 我们与包括MIT在内的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 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 是中国与美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 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成果最多的科研机构 MIT是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开展合作交流的 重要的合作伙伴 双方科学家在脑科学 先进核能能源政策等领域 开展了互利双赢所有成效的合作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 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增长乏力 人类所面与的环境问题 能源问题 气候变化 老龄化 重大传染性疾病 食品安全 网络安全等全球性的共同挑战 也更加严峻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在任何国家和机构都无法独立地解决 国际合作是大势所趋 科技创新 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给人类社会发展和解决重大的挑战 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美两国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面对日益严峻和复杂的共同挑战 迫切需要推进更高水平 更高层次的科技和创新的合作 当前 创新意义合作是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 为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及人类的文明进步 两国科学界应加强深入沟通 增进互信 积极加强合作 充分发挥合作所运航的巨大潜力 中国科学院愿意通过各种方式 与美方加强交流合作 相互取长不短 实现更多的互利共赢 共同促进中美科技创新合作 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 我衷心希望中美两国科学界 和各界人士携手努力 在合作中不断创新 在创新中深化合作 共同为中美两国的繁荣与发展 和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最后 衷心感谢麻省理工学院 为推动中美交流合作 所做出的努力 预祝此次峰会活动 取得圆满的成功 祝愿中美两国的科技创新合作 在未来收获更加丰硕的果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